好,好久没有更新了,最近有一点事情耽搁了 然后之后应该就会稳定一点吧 然后这期做的内容就是一个对比的拍摄 一对比,不是contrast那个对比 然后顺便也讲一下一个曝光 然后还有一个我做一个后期的一点思路 然后放在最前面就是我把它拍的那个整体处的一个照片 我们把它放在最前面了 然后后面就是我会每幅图做一个讲解的思路吧 然后首先是我们看曝光 这是一支笔 然后它下面我布的是一个围巾 然后它一支笔 然后外面是整体包围一个白色的纸 最好是硫酸纸 因为它透光性强一点 就是随便用的一张大的白纸就行了 然后剩下的曝光就是在它纸的上面 加一个反光板打一个闪光灯 因为对比它是两支笔 所以它要光圈更小一点 但是不要太小 所以光圈小了的话 那就普通的补光可能已经有点不够了 那就需要打闪光灯 我这里是直接用了一组灯 然后我现在面积不够大 所以我就直接再加了个反光板 其实如果严谨的话 你可以用多组灯 多组灯的话 因为我房间就这么大 然后刚搬家所以房子还没布置起来 就先用一组灯拍一下 然后首先就是第一幅图 第一幅图就是一个合着的图 然后拍了之后 然后后期就是把白平衡调整点 因为这本来就是一个白的盒子嘛 然后我全用方形构图 因为其实很多软件 比如说Instagram 然后还有微博 还有很多图虫 其实它都是显示了方格的 这样的话 你看起可能要直观一点 所以我后面都是 这期后面都用了方格的构图 然后这种就普通的箱子照 然后就是把 你把它光圈远一点点 因为它面积要大嘛 像这张我都比较拍的粗糙 然后就简单调下白平衡就行了 我也没有特别严谨的拍 然后就是像这种 在亚克力版上的反光照 主要是你要注意到 它一个反光 不要穿帮 然后把主要的部分放上去 然后调整一下白平衡 然后我还是不建议用这种亚克力 因为你放到其他社交平台 有些地方 它会给你压图 然后就会出现色彩断层 所以我一般很少拍这种照 也只是拍一个试一下 然后亚克力版 因为它容易击灰嘛 然后后期出的也麻烦 所以用多少拆多少 它你看最右上角有点拆 也无所谓 反正你把它后头剪弃一下 然后调下白平衡 就可以这样出图了 然后这就是我后面拍的 因为这张是在围巾上拍的 但是你看左下角 有一点点穿帮了 对吧 就是看得到我镜头的痕迹 我也当时没有仔细批 但是你看右上角 它就没有 所以我们后头的拍摄 思路就是尽量把图片 放在它靠里的位置 那这样它就没有那么容易出现你镜头的这种痕迹 然后之后就是这种的一个对比的照片嘛 刚好用了小的光圈 这些光圈大概有F10几版 然后你看它整个笔也比较清晰的 就是你想表达的笔尖 然后一点脉顺纹都还是能看得到 然后因为它有柔光 所以它显得比较干净 没有那么多毛痕 其实如果强光下还是有不少毛痕的 然后我像这种图片就是 我还是采用方形构图 因为方形构图显得就特别好看 然后这张也可以当时我巨头搞了 好像后来获奖了吧 然后你可以看这张就是刚好一个对比嘛 然后刚好交叉 然后它也有一个对角线构图 然后刚好它光线比较小 所以整个笔尖比较清晰 就整体感觉很好 而且它我放在右上角的位置的 所以你就看不到这种镜头的穿帮的这种图片 然后后期工作也比较小很多 然后这张就是一个 我随便写一点字 用的是4001墨水和SM尖 就是银色纳指的笔尖 因为这只我自己很喜欢 我留下自己用了 可能金色会出吗 然后很软弹吧 然后就这样拍上 然后挑白平衡 这纸张是为白色的白平衡 可能加一点点色彩需要 差不多就这个样子 后面另外也有张 就是随便拍的 就是摆拍一下 就像这种也是 最左边其实有点 白色布你看有点穿帮了 流传纸有点穿帮 然后我把它左边裁掉了 然后刚好正方形构图 然后有纸 还是一纸为白平衡做的一个颜色 其实也可以后期给它加个整体的一种 风格滤镜 但是我觉得不成好看 所以我就保留这种 就是还原白平衡就行了 就最后讲点有意思的 像这745嘛 它正面都是金银两色都是这样的名文 但金色后面就是pilot made in japan 然后银色后面是steering silver 就是纯银那个意思 然后这种就是一个用摄影棚拍的 然后我这个就没有处理 这就是一个那个你看我镜头都还看得到 在右下角 因为我这个也没打算用 这个后来我反过把这图挂咸鱼啊 像摄影棚的话 它光线因为很很远 然后它光源面积很大 它就显得很充足 所以它这些细节啊这些都还行 但是就是光线有点太平了 就没有一点特色 所以你就觉得整种这种光线 你做这种产品展示可以 但是如果你要拍那种带有一点感觉的 带一点feeling这种意境图的话 反正我自己不是很喜欢 但是后来可以做这种 把这种这么好的曝光可以拍视频挺好的 我后面也计划出一种那些带呃讲解 然后带研究带体验的这种视频 主要是吐槽项 因为我觉得现在我还找不到那种 令我特别满意的视频 别人为了满意我就自己做呗 好这些内容就差不多讲完了 因为虽然先忙一点 可能之后就会稳定一点吧 然后最近可能还有一点别的想法吧 反正就慢慢做之后 希望大家多多关注吧 我应该尽量做到最好吧 至少我把自己想做的做出来 然后想说的说出来 给你们一些很好的建议和技巧 然后也有一些那种 不是推销项的 不是那种安利项的 就是很吐槽的视频 让你明白真正是什么是好的 什么是不好的 因为我不卖笔 所以我就觉得 这种可能阵容观念好一点吧 谢谢大家的观看 然后本期内容就是这样 下期我会尽快做的 好拜拜 拜拜 谢谢大家的观看